9月11日晚香港中环可谓是星光闪闪 除了有型男人打花张正之外 一众女神张曼玉全智贤 钟楚红李文许子奇更是罕见同台 纷纷盛装出席奢侈品牌的新店开幕 最早到场的钟楚红 一席透视银辉学棒群高贵大方 近日被拍到素颜在街头买水果的他 被指比王祖贤更显衰老 红波文言则好不介意 更笑称自己是刀枪不入 这种自信美可不是每个人 都能活得住的 无所谓有时角度 外表我不是那么介意 我反而介意人在文字上 如果心底不好或者写得是中伤人 这种东西我觉得不是那么好 虽然我刀枪不入 但如果是比着别的艺人 都是令到你不开心 文人相亲是自古以来的大俗套 但美人亲渣在娱乐圈中也是常有的事 与张曼玉许久不见的钟楚红 眼见对方成了现场的焦点 就在言语间明显生出错意 而张曼玉虽然珊珊来迟 但一出场举手投足都比下现场众多女神 身材依旧消瘦的她 心情似乎很不错 似乎改当剪辑师让她重新找到了人生定位 连向来不愿多谈的感情问题此分也直言不讳 说两句吧 没什么好说 有没有追求者 我觉得最美好就是有单独但又有约会 有没有人追你 追我不敢说 但约别人吃饭我会 别人约我吃饭我也会去吃饭 但我不知道别人是否追我 我又不会很认真很急 我觉得其实人们比我更加急 但我真的不急 我觉得挺开心的 但约直办那单日子又不是香港人